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穿粉裙子像蜜桃,做鬼脸颜值却满分,难怪说漂亮是最好的整容。 杨子穿粉裙子像蜜桃。 哈喽是各位小伙伴们好呀,说起杨子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吧? 作为我们看着长大的小童星,杨子目前在事业上越来越稳定了,没有了青春期因为长胖不上镜而接不到戏的烦恼,反倒是这两年一直在进组拍戏和进组拍戏中无缝衔接,我们也越来越少看到杨子活跃在大萤幕前的身影了。 而最近新剧刚刚杀青的杨子,终于腾出了时间出席活动,看得出来杨子也同样是全年365天拳无休的拼命三娘呀,也难怪这么多小伙伴都喜欢杨子啦,确实这样一位三观正,还非常敬业的演员,才是更值得被看见的。 杨子虽然目前在事业上升期相当稳定,但此前也经常因为身材而遭到质疑到底是不适合做演员,所以杨子这一路走来也并不容易。 起码漂亮就花了好大劲,才穿上众人世俗眼光里精致的裙子,比如最近活动当天杨子身穿的蜜桃粉饰裙,就显得整个人都相当有气质呀,很有蜜桃那种甜甜的感觉呀。 因为杨子现在终于是放弃了抹身材的李裙,换成了显瘦的方领,确实这样领口的李裙都比较适合杨子,不仅凸显了他优越的锁骨,天鹅井更是在镜头前很是出众呀。 难怪显得杨子很有气质啦,在搭配上凌乱但是不失美感的发型,当天的杨子确实有一种仙子的感觉呢,并且杨子的妆容就非常的淡,显得皮肤非常好呢。 看上去粉粉美美的很俏皮呀,在蜜桃粉的裙子和背景强的衬托下,笑容很甜美的杨子看上去也就更加的有一种人间水蜜桃的感觉了。 表情搞怪,颜值却满分。当然虽然穿着相当的端庄典雅,但是杨子的性格是依旧是非常的可爱直爽,在现场出镜时,杨子还做起了很多搞怪的小动作呢,把主持人都逗乐了,看得出来杨子的综艺感还是非常强的呀。 因为相信主持人应该也没有想过女明星会在出镜前放弃表情管理,直接做起了鬼脸吧。 出镜中杨子做出了非常夸张的表情,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在表示惊悚,眼睛瞪得大大的呃,嘴巴更是不由自主地收了起来。 可以说杨子这是很好的把惊恐写在脸上了,但杨子做起了鬼脸的样子并不影响她的颜值依旧很好看很高,五官依旧精致呢。 看得出来杨子的底子还是很好的呀,不然也不会在镜头前做完惊恐的表情后闭上眼睛,但此闭眼并非正常闭眼,而是闭上了眼睛后,杨子把眼皮是拉起来了,看得出来她还是在做鬼脸的状态呀。 只不过就算是几个鬼脸做完了后,杨子的颜值还是很高的,起码五官并没有因为面部动作太大所以变形,脸型也依旧是流畅完美呢,五官的立体感和精致程度也很不错,所以这样看来杨子在做鬼脸时的颜值还是很高的呀,可以用满分来形容都不为过呀。 最后杨子乖巧的拿起了一本书,看样子像是在很认真的读,画面十分的搞笑呀,但有一说一杨子的颜值确实是非常高,无论怎么折腾脸上的肉肉依旧是紧致的,形态也相当完美呢。 难怪说漂亮是最好的整容,这样看来也难怪都说杨子漂亮成功后像是整容过后,换了一个人一样啦,因为确实瘦下来之后杨子的状态好了不少,无论是颜值身材还是形体都比之前要优越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杨子在做了这么多鬼脸后颜值依旧满分呀。 难怪说漂亮是最好的整容,看了杨子真的懂了。 任嘉伦呈女神收割机,杨子热霸谈松韵景田,与谁的CP感最强? 说起任嘉伦,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演的电视剧,近几年开启霸屏模式,每年都有好几部作品上线,且搭档的都是颜值演技,俱佳的实力小花,堪称女神收割机。 在众多合作的小花中,你觉得任嘉伦与谁的CP感最强呢? 第一对,任嘉伦和景田。 两人合作的古装宫廷剧《大唐荣耀》成为爆款热剧,任嘉伦凭借在剧中的精彩表现收割了不少的人气,成功在演艺圈站稳脚跟。 景田是一个甜美伶俐的女孩,演技好,资源很不错,与任嘉伦在剧中的古装造型都很好,很般配。 第二对,任嘉伦和杨子。 两人主演了人妖恋,天机之白蛇传说,是一部很虐心的爱情故事,杨子饰演的白妖妖俏皮单纯,而任嘉伦的许轩仙气飘飘,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CP,上演了一出感人落泪的人妖恋,虐心程度不输相密沉沉浸如霜。 有点遗憾的是,这部剧后期被下架整改了,热度下滑,没能成为现象级的爆款大作。 第三对,任嘉伦和谭松韵。 两人合作了古装探案剧锦衣之下,作为网剧,开始并不被看好的,但上线后剧情高甜,跌宕起伏,两大主角演技在线,CP赶好,一上线就火了,让任嘉伦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第四对,任嘉伦和李曼。 李曼科班出身,很有气质的一个女星,将年轻女孩的青春靓丽与诚时尚女人的端庄妩媚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举手投足间既时尚透骨,又倔傲不屈,与任嘉伦搭档也很好,可惜合作的叠战剧秋缠没能大火。 第五对,任嘉伦和张惠文。 张惠文是舞蹈专业出身,五官精致,身材好,气质卓绝,古装造型清纯靓丽,与潇洒帅气的任嘉伦,在古装剧木白手中也很搭。 第六对,任嘉伦和行飞。 两人合作了高田爱情剧《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作为偶像剧,两人的现代装扮都还不错,但就是剧情有点老套,没能吸引住观众。 第七对,任嘉伦和张军宁。 张军宁有第一气质女神之称,还是一个学霸,又爱运动,虽然近四十岁了,但保养得很好,与小七岁的任嘉伦毫无违和感,不得不说任嘉伦真的是百搭男神。 第八对,任嘉伦和白露。 两人主演的高田爱情剧《一生一世》正在热播,白露五官柔和精致,外形轻心亮眼,颜值高,身材好,而任嘉伦穿上正装更加时尚有魅力,演霸道总裁也很有代入感,也是很受喜爱的CP。 第九对,任嘉伦和迪丽热巴。 热巴是典型的新疆美女,鼻子高挺,眼睛大,身材好,是当下最具人气的90后小花。 不过,因为是异域美女风格,热巴的古装造型一直备受吐槽,跟其他男主都很难有CP感,但是看跟任嘉伦站在一起的画面还是很美。 希望两人合作的人妖虐心恋,预交际能够尽快上线吧,期待中。 第十对,任嘉伦和李沁。 李沁也是最美的90后小花之一,接下来他与任嘉伦合作的古装神话大剧《请君即将开拍》,就两人颜值来看,肯定也会太差。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